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这次又是我志凯来代班啦 就让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车坛上所发生的事 第一则新闻就是 近期英国MASTA的负责人就有表示 MASTA将转型成为豪华汽车品牌 其实MASTA想要成为豪华品牌 这件事已经是MASTA已经策划很久了的 就从前几年MASTA所发布的一些产品布局来看 比如说3.0的直列6缸引擎 和后驱的布局 都在表示着MASTA想要走向豪华品牌的这个意图啦 但是对手不会指向BBA 而是像Lexus一样的这种独特的豪华车品牌 第二则新闻就是 Volvo XC40纯电动SUV即将登陆我国 这辆电动SUV即在泰国上市过后 本地Volvo就有表示想要把这台车 引路到我国贩售 并且在官网上提供了一些细节 从外观来看 Volvo XC40 Recharge 跟普通版的 XC40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因为少了引擎 所以中网就换成了一块装饰版 而引擎盖下面就变成了储物空间 至于内饰方面 新款的 XC40 Recharge 跟旧款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中控新加了一个 Android 的系统 而且支持 Apple CarPlay 这个新的 Android 系统可以通过 Google Assistant 来操作车上大部分的功能 一句话概括非常的智能 至于动力方面 Volvo XC40 Recharge 搭载了双电机的4G系统 最大马力为 408 PS 最大扭力为 660 Nm 百公里加速为 4.9 秒 因为 Volvo 的电子线速 所以新款的 XC40 Recharge 的时速 也是被固定在了 180 公里每小时 至于续航方面 Volvo XC40 Recharge 搭载的是一个 78kWh 的电池组 而且支持快充只需要 40 分钟就可以把电池组充满 官方公布的续航里程为 418 公里 最后 Volvo 的 PHEV 技术也是非常成熟了 这款车的技术应该也不会太差 那你们觉得呢?留言区告诉我 非常帅的法国小四只 Peugeot 308 在我国现身了 最新的 Peugeot 308 采用的是 PSA 集团的 EMP2 平台打造 轴距为 2675mm 对标的是 Volkswagen 的第八代 Golf 外观方面 这一款的 Peugeot 308 还是一样采用了 Peugeot 的最新家族式设计 四爪和獠牙你在这辆车上面都找得到 至于内饰方面 还是保持了法国人的浪漫式设计 八角形的方向盘和 3D 的仪表板 也能在这辆车上找得到 至于引擎动力方面 还是一样会采用第二代的 THB 1.6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 180 PS 和 225 PS 225 PS 的应该会是 GT 的车型 除了 Hybrid 的版本以外 也会有纯燃油的版本 也就是 1.2 升的 Turbo Charge 和 1.5 升的 Turbo Diesel 全部引擎都是搭配着一个巴速的自排变速箱 据本地马来媒体所分享的照片来看 这个新的 Peugeot 308 是在我国进行道路测试 至于会不会来到我国 就不得知了啦 你们觉得咧?留言区告诉我 全新的 Honda ZRV 渲染图正式登场 外观神是小号的 HR-V 引擎动力方面 预计会跟 City 用一样的引擎动力 也就是在我国看到的 1.5 升自然进行引擎 和 1.5 升的 IMD 引擎 或是泰国装的 1.0 升 Turbo Charge 引擎 主要的对手是 Toyota 的 Rise 和 Diasu 的 Rocky 如果来到我国的话 就会是 Produa 的 Artiva 你们觉得这辆车的外观如何? 留言区来一起讨论 最后一则的新闻就是 就在上个星期 最新的 Mercedes-Benz S580 4Matic 就登入我国了啦 售价从 193 万起 搭载的是一具 4.0 升的 Twin Turbo V8 加 48 伏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输出为 528 HP 最大扭力输出为 900 Nm 全新的 MyBenz S580 的外观 基本上和 S-Class 一样 只是导入了很多 MyBenz的专属设计 比如说双色车身 21寸的大轮圈和水箱护罩的设计 来到车头灯方面 是采用 Mercedes 最高技术的 Digital Light 能够制造出流行鱼的效果的车头灯 然后车尾灯方面呢 就跟普通 S-Class 稍微有不同而已 只是在这辆 MyBenz S580 身上 会更加的精致和更加的有辨识度 说到 MyBenz S580 内饰当然是它的重头戏了啦 更多的氛围得更好的影响 绝对是 MyBenz S580 最主要的卖点 说到内饰当然不能少了后座很座的体验了啦 带有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各种各样的功能的后座座椅 能够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做陆地头等舱 要体验这些功能 当然也少不了独立式的 MBUX 操作系统啦 这个独立式的 MBUX 系统 几乎可以操控车上所有的功能 比如说氛围灯、音量音乐和查看车量信息等等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老板车怎么可以少了冰箱和香槟杯架呢? 这辆车肯定它都有 最后除了 S580 以外 Mercedes 官方也带来了 GLS 600 的 SUV 版本 S-Class 啦 售价为 178 万 老板们觉得这辆车怎么样? 不要忘记来载我路过买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每周 360 的内容了啦 我是志凯 当然如果我有做了什么不好的地方 还有请各位见谅一下啦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下一期再见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